今天早上贵州的西江苗寨 千户苗寨 发生火灾 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网上传 先是打电话询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方说的是消防演习 人家问怎么会火那么大 人家说消防演习总是要有火的嘛 结果最后证实不是消防演习 是真的起火了 而且还有人从火场跳出来 利用床单爬出来 我是在几年前去过一次西江千户苗寨 这个地方确实是很漂亮 当然进出比较困难 为什么呢 当时的公路是沿着河沟建的 所以我们去之前发了一次大水 而这次大水就把公路给冲垮了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进苗寨的时候 也经过一部分还正在维修当中 汽车都感觉像要掉到河沟里去的感觉 是不容易 但是据说当时有一个高速正在建设 而且很快就会通车 我也不知道今天现在的苗寨的进出是不是更加方便 当然我们没有选择最壮观的木屋的这一面 而是在它的对面 就是山上 也是建了很多房子 但是是相对现代化的房子了 这些现代化的房子都有比较理想的洗澡的设施 住宿也非常不错 所以我们在这个对面住呢 也挺不错的 因为望过去的就是千户万户 这个灯火 中龙的这种景色 我记得以前有一位领导 贵州的领导 他喜欢摄影 就专门开着车到这个千户苗寨的对面 山上的盘山公路上 然后就叫了一堆的车 把那个车灯打开 对着这个苗寨去照射 这样取景拍摄会更好看一点 其实不管怎么说 这个千户苗寨 它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都是木屋子 所以从一开始就非常担心火烧 火烧连营 所以历史上来讲 这个苗寨曾经被烧过好几回 而今天来讲 这个湿火一点不奇怪 尤其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里面 但是确实灭火更重要 我看他们灭火设施都很齐全 所以只烧了一栋楼 而没有把其他的苗寨 连绵的苗寨烧起来 这也是一个运气 也是这么多年建设 景区建设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苗寨 能够美景 能够一直的留存下去 到这里游玩的游客 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